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脑的画面来看一下 我想这个好像几乎是开低 但是收盘收在相对的低点 为什么 因为护国神机啊 护国神山啊 投资朋友 台积电今天很弱 而且今天盘中也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日经新闻说 台积电不再对华为出货 说真的 我不要说我未卜先知或怎么样 这样讲的有点太离谱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本周 甚至应该说上周 上上周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请你把野村证券 郑明中 对不对 郑明中分析师的那篇文章 把它看完好不好 我说真的 我长期间去follow他的文章 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研究报告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人才 对不对 写得真好 而且我告诉你哦 在4月底这位正信分析师啊 对不对 这民中分析师 他就告诉你台积电 他目标价一样看310 但是他把它从买进 调价为什么 持有 对不对 败变成hold 310 报告完毕 你不相信啊 对不对 每天在那边护国神山 每天在那边喊台积电 这喊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懂 你看看嘛 对不对 还在建本坡最高309 今天290元 真的不怎么样 他其实没跌什么 可是同样时间之内 投资朋友 对不对 你看到了什么 同样时间之内 我们代会员买进了国光生 今天涨停板创新高 我的成本价多少钱 30元 30啊 30.1还对了 那天收盘30.05 没有错嘛 对不对 我都没有讲错吧 投资朋友 30.05啊 尾盘有人砍一千多张给我 怕我买不到 这些都真材实料的 量滚量滚上去 对不对 都跟你讲了啊 你有没有听到 投资朋友 这一档股票松翰 也是我们会员池股 我也跟大家讲过 江湖再走 防疫股要有 你有听懂吗 你没听懂啊 对不对 今天一堆 一堆投资朋友 打到公司来问2330的 对不对 也有人打电话来问 问旺宏的都有 我说真的 还有人打电话来问 跌停板的新星 你们都不认真看节目啊 你要怪谁 投资朋友 当初30元跟你讲 可以买新星 当初45元 叫你可以出新星 你都没听懂 对不对 现在呢 跌停板啊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新星没那么烂 可能明天后天 我就进去买了 因为我会员 保持了一半的持股 表演给你看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 4142的国光升 我们现在也不是 百分之百持有啊 当天爆量涨停板 对不对 我叫会员出一半 可是你看到 我又报上去了 我又报上去了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 标题写的 感谢再感谢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没听懂我也没办法 我的朋友 没听懂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昨天晚上 礼拜日嘛 礼拜日的下午6点多 对礼拜日下午6点多 我告诉你 钟南山说什么 他说中国可能出现 二次爆发 对不对 我告诉你江湖再走 防疫股要有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告诉你 我抓两档股票 对不对 你要加第三档也可以 那第三档我们有买 叫做高端疫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辉瑞已经告诉你了 武汉肺炎的疫苗 对不对 需求大于供给啊 所以他要把一些地方 东西委外给别人做 他自己要好好来做疫苗 你都听不懂啊 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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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之前是有大骂过 这些投信还敢买 敢买高端不敢买国光 就国光礼拜五投信进来买了 投信有认真听 你看我讲了那么久 六五三了 投信根本都没听懂啊 投信根本没有进来买 但投信竟然有进来怎么样 有认真听到什么 有认真听到我讲的这个国光 可能 可能国光比较热门一点 你看投信还是没有进来买我的锐云 我锐云涨了六成了 涨快七成了 对不对 你们只会在那边干嘛 什么一身精彩什么的 我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没有意见 反正没有意见 好不好 我没有意见 你开心就好了 投资朋友 重启国门三要素 我有跟大家讲过 快筛最容易做嘛 我们跟大家推荐过 八十元的保零附警 你记不记得 对不对 你不记得 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现在我告诉你讲什么 投资朋友 还是一样啊 你看清楚 ABC嘛 对不对 不是DEFG啊 不是 是ABC 锐磁 生物 生物条嘛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一直跟你讲的保零附警 我说真的 这种一定是量滚量洗上去 你不要笨到去放空 真的没有必要 你跟这种股票做对干什么 真的没有必要 好不好 真的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对 我不跟你多讲什么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川普的什么 趋速 叫什么 趋速 这个趋速什么的 这趋速的什么疫苗小组 叫神术任务疫苗小组 对不对 这个 兴建迷航记看太多了 Star Trek 他看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昨天告诉大家了 疫苗我看了就是国光升任高端 投资朋友 没有 其实早上都有机会买的 对不对 看你敢不敢嘛 早上都还有机会买 结果你有没有买 对不对 你可能没有买 因为你不敢 我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老猪都跟你说了啊 不是朱玉贤喔 是朱立伦喔 旁边那位叫杨志良 旁边这个我就没办了喔 这我不认识啊 对不对 我不认识好不好 他告诉你重启国门三个关键 疫苗快塞药品研发 对不对 我们偷偷来看一下好了 对不对 ABC ABC搞搞的啊 其实我礼拜四 礼拜四的股市现场 就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我的标 我的准备资料是松翰 但是因为阿伯塞 讲了一堆松翰 我就不要跟他重复了 我就开始讲ABC嘛 对不对 反正你也不懂 我就讲给你听 叫什么 Apply Biocode 投资朋友 没什么乱讲啊 国光森高端 讲了N便 对不对 讲了N便呢 我说现在疫苗厂想像力最大 不是口罩耳温箱都不好 不是 不是的 口罩耳温箱都有数字 但是我告诉你 有梦的 会涨最快 会涨最多 不然怎么会从30块 对不对 现在转眼之间 投资朋友 明天国光森就50了 最快明天就50了嘛 一天涨4块多 明天就52了 不是50 51啊 对不对 没什么好讲的啊 投资朋友 ABC怎么跟你讲 我在 周四股市现场 礼拜五顶尖对谈 我跟大家讲什么 武汉解封之后 近日传新确诊 他现在要搞什么呢 全市的核酸检测 ABC就是做核酸检测的 他想要测1000万人 要10天内完成 每天平均要测100万人 每天要测100万人 每天要测100万人 那我跟大家讲 Apply BioCode Apply BioCode 不是应用材料公司 不是啊 ABC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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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看清楚 他是数位生物条码技术专利平台 他是什么 COVID-19的分子检测试剂 他用的是RNA核酸的RTPCR检测方式 对不对 美国EUA最终确认 东西还没下来 什么叫最终确认 对一下上面的标签有没有写对 那我们叫最终确认 对不对 本月底可以出货 第一批10万人合约 而且他也跟新墨西哥州的 最大疫情时间是千采购合约 对不对 他讲的啊 目标五年之内 全球全国市占率10% 不过他说这是媒体议测 重点在哪里 我跟大家讲了 美国啊现在要国药国做 有些药他只能在美国境内做 那ABC有没有搭这个列车 你去想这个问题吧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现在白宫在用的快筛 亚培做的准确率三分之一 那等于是你去筛个苹果 可能都是阳性啊 对不对 那有什么用 那有什么用 给你大家做参考 好不好 给你做参考 我不要让大家误会 我们一直在讲防疫股 我真的不要让大家误会 但是我只跟大家讲 江湖再走 防疫股要有 对不对 我从保林 台康 松翰 对不对 国光森 都跟你讲了 我真的很希望 你们中间能够截取到什么样的一个 对不对 赚到什么样的钱 甚至包括这些股票 投资朋友 这是我在 也都礼拜五写的嘛 礼拜日写的 对不对 废城办导体被台积电拖累 我说转累点在野村那天报告 对不对 正名中 他去降台积电 我长期追踪他看法很实在 而且我告诉你 他降台积电就算了 他隔一个礼拜出看多 联发科 投资朋友 今天太夸张 联发科竟然开盘 攻到涨停板 这太夸张了 这太夸张了 联发科的子公司 今天也涨停板 我觉得这都很夸张 我没有意见 我真的没有意见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 我说8523以来 这几周都是1万到1万一来回跑 资金要有效的运用 不是说看被动元件涨 就告诉你 赶快买国具大益 我有这样讲吗 没有啊 对不对 看最细微涨 就赶快买台药跟中化生 台药的药打错了 台药的药 那个药今天是跌停板的 今天是这个台药的药 这个药啦 台药跟中化生 不是这样搞的 好不好 不是这样搞 我请你搞清楚 你要有一个中心思想 每一个人都不是亿万富翁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搞股市大富翁 拿假钞 对不对 拿玩具钞票 玩具银行钞票 不是啊 我们拿的是新台币 上面写的台湾银行 一定要聚焦操作 至于怎么样进出 最好是有我的讯息 我也跟大家讲高价股 这一档 这些股票里面 我请问大家 你哪一档没看我讲过 详硕、犀利、辅罪、信华 包括连新贵的尹威 投资朋友 今天尹威表现比较差 因为被台积电拖累 但是也有395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300 三百二三百那边 最低三百 应该最低有三百零几吧 你在怕什么 我请问你 对不对 那不用讲啦 想说 对不对 土对今天算比较差的 跌40亿元 跌了百分之五 但是怎么样 他涨多少了 投资朋友 对不对 有跌吗 台积电跌了迷茫 他跌1% 对不对 有跌吗 没跌啊 投资朋友 我也帮大家比较了 这些我就没有秀了吧 没有贴出来 没关系 算了 那些K线图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到我的telegram去看 这是我礼拜五下午录的 礼拜日播出的 对不对 播出的这个股市周报 带总他打电话跟我讲说 哎呀你报名牌都没有跟我说 哎呀不好意思啦 没那么有贏嘛 对不对 我跟带总说抱歉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要讲什么 我特别列车新闻 外资今年卖超6千亿 可是我告诉你有股票创新高的 对不对 有股票创新高 投资朋友 中间我跳掉一个 这个 台股在礼拜五 在礼拜四 礼拜四当天闪见4千金 对不对 翔硕 翔硕 对不对 翔硕盘中站都是千元 对不对 矽利 普瑞 矽利也大涨 对不对 那信华也是千金 然后还有谁 大力光 对不对 还有大力光 投资朋友 外资卖6千亿 外资卖6千亿 有没有看错 对不对 本月卖了千亿 你有没有看错 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会有翔硕这样的股票 因为他EPS8.2元 我也跟大家解释了 营收规模放大 产品组合转加 第一季毛利率52.42% 对不对 EPS8.2元 几下普瑞 然后呢 以往啊 翔硕只代工超微的 B系列跟A系列 什么叫B系列 什么叫A系列 就是一个是入门 一个是主流 高阶系列没代工 这一次 对不对 据说 高阶系列的X系列 X系列的代工 据说也是由翔硕代工 而且他也攻入了浪潮 跟华为供应链 然后明年是有机会打入苹果新品 因为 苹果现在号称啊 他们的CPU要自己做了 他不 他不玩这个 英特尔了 对不对 据说找到翔硕来做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郭明奇讲的 最近讲话很不准的 那个郭明奇 对不对 他不是说GIS很好吗 他说GIS抢了 抢了这个62G8的单子 就62G8涨上去 GIS跌下来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郭明奇讲的 好不好 这不是我讲的 投资朋友 可是你呢 你看了半天 还在台积电 我说真的 台湾不是只有台积电一档股票 我也知道台积电很好 但是就像怎么样 你随便问路人都知道 台积电很好 鸿海很好 对不对 上礼拜鸿海公告 现金股利4.2元 当天收盘多少 78.8 没有错嘛 对不对 我有秀在我们的粉丝页里面 收盘78.8 这一天 78.8 我说道过来念叫什么 叫87 对不对 道过来念叫87 他就是5月13 这个前一天公告4.2元了嘛 哇 限制率好高 我说真的 你在用那种心态去看现金殖利率 你永远就是个大输家 投资朋友 国泰金 是谁跟你说现金殖利率 2块好开心 4月30日你回去看 是不是新闻这样写的 都不是我李冠青讲的 当时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同样配2块现金 我会宁愿买元泰 天地良心啊 元泰从30块涨到37.6 我也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我一张都还没有走 一张都还没走 对不对 结果你们呢 你们还是在国泰金啊 开心就好 对不对 Don't worry B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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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很开心的啦 别在那些 人要总要过下去 你管他什么肺炎 对不对 你管他写什么 我都不想管了 下追杀令 华为紧急下单 我也不想管 对不对 我都不想知道 反正就是在一个终止日之前 应该是5月15或5月16之前 你下了单 他还可以生产 之后就不能生产了 大概如此 对不对 然后这一档呢 才好玩 其实这一档到最后我没有买 但是我可能会去买啦 因为他投信都还没买 我今天拿这一档出来讲的原因是为什么 我之前告诉你 这一家公司明明很好 资利率又很高 而且又很敢配息 配了95.8% 结果他的股价跟淘地差不多 我今天又要公开道歉了 投资朋友 我还没去买 那一家公司我还没去买 今天小涨 结果淘地的股价呢 投资朋友 他已经比我 准备买的公司的股价还要低了 现在55.1% 对不对 让我跟大家讲 这个帐一定是真的 公司的财报好得不得了 因为他是由全台湾最生育 这个什么 生育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 叫做勤业重姓 对不对 之前签证的会计师 还是勤业重姓的负责人 叫做施锦斌 对不对 很厉害我跟你说 出国比赛都是找赢而已 欸 这公司EPS多少钱你知道吗 这公司EPS12.0亿元 配0.17元的现金 我准备要买的那一家公司 投资朋友 不瞒你说 我没有买 但是我可能会准备出手 我准备要买这家公司 他的EPS只有3.13元 竟然配了3块钱现金 我请问大家 到底是淘地有问题 还是这家公司有问题 还是两家公司都有问题 还是台湾人根本就有问题呢 我还没买啦 好不好 我还没买 还没出手 不急 一档股票我就先出手了 对不对 嘉哲 投资朋友 还要讲吗 今天不是台积电跌 对不对 嘉哲啊 嘉哲啊 母亲节都涨这种股票嘛 陈建同不是有说过 母亲的恩哲 我们当初跟你讲售210元 今天402元 投资朋友 嘉哲的儿子叫什么 名字叫做嘉基 股价也都很强啦 对不对 股价都很强 事实上我在礼拜四的股市现场 都跟你报告了 你不用等到它财报出来 才知道它超过预期 真的不用 我们早就跟你讲了 凯基这个报告把它提升到457元 英雄所见略同 对不对 英雄所见略同嘛 我讲过了嘛 这些股票 投资朋友 对不对 嘉哲 它以前只出给比亚迪 现在怎么样 因为出给林德时代的关系 它现在变成特斯拉供应链 你看多厉 更要出国比赛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好棒棒 对不对 投信 这一天买几张 买1269张 假以时日它会创新高 但不是现在 你看最高101元 对不对 那我懒得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松开来来来 看看松开松开 对不对 行行行我们出45块 先出一半 还有一半 我都不管 我们不短 瑞玉 这是礼拜四都跟你讲过了嘛 这边说嘛 5G车联网时代 瑞玉 我跟你讲过了 它没有DD 我没办法进去买 但是我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看好它 未来车联网时代 瑞玉很厉害 瑞玉本身跟中国关系又很好 中国的Wi-Fi晶片也是它在出的 标案都是它在出的 标案都是它在出的 对不对 TWS它有很早切入 那你说呢 它有不好在哪里 电视晶片 今年可能比较差 就这样而已嘛 那请问大家有什么不好 偏偏很多人 每天就要问我联勇 你就去做联勇啊 好不好 你就去做联勇 好不好 你就做联勇 不多讲 不多讲了 来 今天讲太快是不是 哇今天讲太快 没关系 来给大家看这张图 给大家看这张图 投资朋友 这个母亲节那个礼拜 我带我爸妈去日月谈玩 这大家真的是有空可以去日月谈 虽然说现在日月谈 那每一水又天气又很热 南投那个 我们去的第二天 南投的温度到38 还40度 周术周术 那这是哪里你知道吗 这是向山 向山游客中心旁边 它的一个脚踏车停车场 现在日月谈 大家很流行的是什么 骑电动脚踏车 电动自行车 对不对 那我特别去看到 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在 捷安特的这个租车中心租的 就在刚好那个车道骑下那里 我们没有跟捷安特租车 我们跟别家租的 我们也是租捷安特 只是没有这么漂亮 你看 这个电动自行车 真的还蛮漂亮的 对不对 看起来蛮Fashion的 蛮时尚的 蛮时尚的 投资朋友 请你看清楚 你去回去看看巨大 对不对 美利达 那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巨大的美利达 因为他们都一两百块 有人跟我说 会计师高价股我真的买不起 你叫我买瑞基我买不起了 你叫我买保龄我买不起了 没有错 所以我才会叫你买国光 我才会叫你买松翰 我会找到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 它不是做电动自行车 它做电动机车 过去赔钱 今年却是它的获利另外的成长来源 而且它以前赔钱 打掉一堆543之后 去年真的是财报大洗澡 对不对 财报大洗澡之后 今年第一季开始大赚了 本益比现在怎么样 用今年第一季来预估的话 本益比大概八倍左右 原因为什么 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大赚 因为它的商用车热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去看 我在这个股市现场讲的 还有我在股市中报讲的 中国大陆很有趣 中国大陆 四月份结束连续21个月的汽车 销售一直衰退 结束21个月 而且除此之外 五一 它们的五一长价 中国大陆有几个大型的4S店 什么销售什么特取店 它们有几个监控的点 上海 什么地方 什么浙江还有什么的监控点 监控出来的结果是 上海的 上海的什么 应该说上海的一个 买卖的车数 多了百分之四十九点几 为什么 我说我大概只能这样解释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很可能疫情爆发第二次的感染 很有可能 那怎么办 你敢坐高铁吗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这个女歌星啊 叫邓紫棋 我唱很会飙高音 对不对很会飙高音 找的还蛮漂亮的 她要去 我忘记她要去上 她要去大陆这个 她要去大陆这个巡演还是干嘛 她就是在大陆 她从香港去坐飞机到大陆去啊 整个人她要穿得像鱼衣一样 全身全部都防护 防护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对不对 你看 你只能坐飞机的情况 你要防护这样 那我请问你 如果今天你是企业主 你会不会把以前 比较忠诚的 比较忠诚的这种 坐高铁的这种行程 改成坐商用车呢 会不会 所以 中国大陆这一次啊 不管是五一长假或是四月份 他商用车卖得最好 你去看新闻我没有乱讲啊 但是理由我只能这样跟你推测 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嘛 大家怕死啊 这个有钱人最怕死了 对不对 得到万费炎并不是说有钱你一定有得治耶 智春鉴够不够有钱 我告诉你 他身后 移下大概十亿二十亿的台币的这个遗产 他有钱吧 他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其实不只商用车 本身也有一些小客车什么都有 那重点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的嘛 对不对 今天9921的 9921的巨大 能够冲上来创新高 投资朋友 你不要小看他们真的 对不对 过去还有一家公司做自行车电池 诶 也是不错啊 这个扣诺大家继续看 这个 3323 对 加百玉 对不对 他有做自行车电池 好像是这样子啊 但我没有那么多研究 那重点在哪里 我说 这家公司 他的东西叫电动机车 本来都是 在拖累他的 现在开始有机会赚钱了 对不对 开始有机会赚钱了 所以这些公司 你反而是要怎么样 认真去留意 投资朋友 我想我不是很喜欢在那边跟你行销这个行销那个 我也没有各种指标的拿出来 在那边骗你骗这个骗那个 我只是告诉你趋势在哪里 重启国门三要素 三关键 对不对 那个不是老朱先讲的 那个也不是我先讲的 但是我可是很早之前 就在非凡股市现场告诉你了 对不对 保龄 台康 对不对 台药 还有告诉你什么 高端疫苗 还有国光森 我可是很早 应该在3月底 4月初都跟你讲了 你随便上车都赚得到钱 更何况是泰博 我说真的有点可惜 我一直没有叫会员买进泰博 我一直没有叫会员买进泰博 今天有一位新加入的会员 这很有意思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 我不能讲这个朋友是谁 这个讲不完你就知道了 的朋友 他说看我节目看两年 看两张罪报 对不对 他是因为泰博要加入我会员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带会员买进 任何一张泰博 但是你有看到那个表 那个是我的 粉丝页的投资朋友看到 对不对 他之前看我节目 他跑去买泰博 他给我看 他买了一个泰博的权证 70 709531 是不是 70 70 705 391 我忘记了 他买了一个泰博的权证 对不对 他买了一个泰博的权证 投资朋友 他买了一个泰博的权证 他大赚特赚 他很开心 不过他不重要 重点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要跟同学朋友讲 对不对 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的母亲节520专案 今天5月18日了 今天5月18日了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想要把握到标普的 你想要怎么样 能够赚到钱的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们现场服务员做联络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抱你台积电 抱你0050的 投资朋友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我没有做这个服务 好不好 母亲节520专案 把握这个机会 祝大家超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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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